好,這個再考一個多項式的一個綜合概念 每一題都是考一個多項式的概念 那一開始呢,你看到這邊 x,s-1,s加1,三個相乘 你看到這裡你要反映出什麼事情呢? 那這邊有什麼想法? 它是一個什麼呢? 它是一個幾次的多項式呢? 三次 這三次多項式我們還知道什麼特性 如果是x,a-1,a加1 我們會做到什麼特性呢? 有1-1的點 對,會通過這三個點 會通過這三個點 那它會這樣子彎 因為首相為正 所以這體式呢,這裡是1,這是0,這是-1 那代根號2分之1多少呢? 對,根號2分之1是多少? 小 2的負的分之1 對,大概 其實它比1還小 1除更好的比1,在這裡 所以它是這裡 但就對上來 對上來之後它一定是負的 所以第一個就錯了 OK 可以嗎? 可以 那第二個呢 整數結 整數結 其實在考什麼概念呢? 整數結就是一次音式檢驗法 一次音式檢驗法就是怎樣? 就我們把它那個 把它帶進去 那個式子 對,它乘開之後變成s3四方-x -2等於0 嗯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有整數結 那整數結一定是什麼? x-1 1或加-2 嗯 因為你這兩個乘起來要等於它 嗯 所以這個東西呢 一定是它的因素 嗯 代1有沒有機會 1 1 沒辦法 代-1呢?也不行 嗯 代2呢?也不行 代-2呢?也不行 代-2呢?也不行 所以它就沒有整數結 因為整數結 因為這個乘起來一定要是2的因素 但是沒有幾個 所以這個都不行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 一開始我會看不太懂 Fx 長成這樣子 然後它說怎樣呢? x平方加1 又要等於x平方加1 好 那 我們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那個 基數次必有十根 好 基數次必有十根 所以呢 我們 我們現在要算的是說 x3-x 如果等於x平方加1 你把它移過去就變成什麼? x3-x平方加1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現在是什麼 基數次 就一定會有十根 有根就會是解 好 所以有十根就OK 所以有解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 OK 好 那第四個 在解什麼? x3-x 如果等於x x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變成 移向過去沒有 x3-x x3-2 x不是0 所以x3-2 等於0 x就可約掉 嗯 所以x就等於0 很好 對 所以它並沒有 非0的解 嗯 除了0之外 就沒有其他整數解 嗯 那第五個呢 第五個在說 帶s2 帶-s 是不是2呢? 好 因為你要看我們帶到哪邊 我們帶到哪邊 我們帶到哪個式呢? 帶到這個式子 帶到這個 這個式子 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式 x3-x 把它帶進來 嗯 如果它先a帶進來是2 那-a帶進來就會是-2 為什麼? 因為x3它就有一個式 好 這樣可以嗎? 帶a是2 那帶-a就是 就是-2 對-2 所以這個 第五 對 這應該-2才對 嗯 好 這樣可以嗎? 可以 這個叫那個g函數 嗯 都是g數次的 g數次的話當然 就是會插個符號 這樣可以嗎? 好 好